中国环球电视网发表评论称 近期访华的美国有影响力的企业高管 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愿意继续扩大与中国企业的业务往来 这些企业高管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海外市场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因素 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 前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将美国和中国经济描述为连体双胞胎 这种关系对特斯拉非常有利 因为其上海工厂在2020年生产了超过70万辆Model Y和Model 3汽车 占该公司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 并推动其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美国咖啡巨头星巴克就是促使企业高管决定继续与中国打交道的后一个因素 该公司新任全球首席执行官纳拉·西姆汉近日表示 他预计中国将成为星巴克最大的市场 并计划到2025年在中国开设9000家门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